三更半夜隔壁不斷傳來 男子的吼叫聲從窗戶往樓下一看 外面圍著大批錦繡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就是一名老翁拿著大聲 供試圖安撫男子情緒 原來他就是男子的爸爸 錦繡也在一旁匕首畫腳指導心戰喊話 不過男子情緒依舊非常激動 而同一時間原警也直接上樓 趁著對方開門之際上前逮人 一想到他手上竟拿著一把改造的辣椒手槍 好幾名原警一擁而上 當場僵人壓制在地 那名原警前後借戶 將男子帶下樓帶回警局調查 而會這麼大尊重出動 就是因為他試圖開瓦斯恐嚇家人 兩片王思童開關被開啟 直接放在客廳 整個公寓瀰漫著一股瓦斯味 嚇壞附近鄰居 邊僵持一兩個小時 還有全部都撤退到對面公園 到一兩點都沒辦法睡覺 太恐怖了 以前就用那個什麼 那本大聲從宿舍丟下來了 鄰居好無奈 因為這半年來男子時常情緒不穩 沒想到這回又惹事 事發就在28號深夜11點多 新北市新莊區 原來耐心男子跟家人吵架心情不好 就從廚房搬了兩通瓦斯養顏引爆 警校貨報後出動 12名快達警力到場 發現男子自己繁鎖在屋內 立刻緊急疏散全棟市民住戶 並在門外進行勸道 他之前有案件遭受到非常大的委屈 我們員警也站在他的立場 降低他的心房 趁嫌犯開門之際 一舉成刑並扭送法辦 成功化解危機 這新聞跟朋友李玉玲財報報導